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宁关 这个很多人夏天到了 皮肤的问题一大堆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从头到脚没有清洁好 那可不止皮肤出问题 有一些清洁的用品没做好的话 消机会上一次检测 洗髮精里头竟然有人含致癌物 到底怎么样健康清洁 才能做好我们健康的身体的保养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要好好聊一聊 好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了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黄聪林医生 大家好 再来也是医生好朋友 萧承龙医生 大家好 再来要健康要请教营养师好朋友 刘依离 你们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红树青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杨沛杰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彩妆的生活好朋友 李明川 大家好 我是明川 好 这个树青 我刚刚讲 健康没有做好 清洁没有做好 真的上次消机会竟然说 有些洗髮精 根本就含了不该含的东西 没有错 因为我们生活中 不管是洗髮用品 沐浴用品 或者是洗脸清洁用品 我们都是希望把身体洗干净 但是洗干净的同时 有没有可能对你的身体 反而造成某些毒害呢 因为你选错了 比如说这个时候 消机会检测就发现 是时候有一些名牌洗髮精 它甚至里面还有甲醛 你想说为什么会有甲醛 有可能是不是为了 让它保存更久 但你知道甲醛 如果你长期使用 它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 细胞毒性的作用 除了甲醛之外 比较压抑的是说 你知道吗 台湾有一些包括乳霜 或者洗髮精里面有磁激素 这个乌蒙都规定不OK的 对 我们虽然现在还是可以使用 并且有240指剂仁化妆品 乳霜类甚至洗髮精 有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是 我们有些减出量是 比我们符合的标准 高出很多倍的 这才是问题 但你想说 如果我长期用磁激素 比如说我们明川老师好了 他本来是一个漂白的少年兄 但是如果每天用这个磁激素 我们并不知道会对它造成什么反应 它会变凉吗 有说不定啊 对不对 那比如说本来是一个 如果你可能自己不知道 默默地在使用之间 你反而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变化 可能来自于这些问题 所以清洁的产品 真的要找的是合法规的 而且是高标的法规的 没错 那问一下黄医师 甲犬 我们上次讲过 无所不在 是啊 所以你看刚刚 这个素星讲到磁激素 我们还可以讲多一点 就是他因为在我们身边 无所不在 这种环境荷尔蒙 所以造成我们这一代的人 我们男性的精子都变得很少 可是这少 搞不好是洗髮精卷 不知道是谁 凶手太多 多到你根本找不到是谁造成你 我常常一天到晚洗澡 洗洗澡 洗澡跟洗澡之后我就不孕了 对 对 就是你的死地兵就会少很多 原来问题是这个 对 所以你看这个影响 其实是全面性的 那甲犬上次我们有提过的 对我们整个人的呼吸道的刺激 是很大的 那对过敏体质的人最糟糕 以后发气喘 皮肤过敏等等的 那他同时在高量下 也是有致癌性的 而这个磁激素刚刚讲 除了这个造成我们这个 这个精子的数量减少的可能之外呢 你可以发现 他有会造成 对女性来讲 反而是让他不正常的出血 或是他的这个精气 可能会提早的来到 可是这个是萧基会上次的检测 我问一下佩姐 为什么很多女生朋友 根本没有在乎 洗发精有没有磁激素 大多数女生朋友 买洗发精都是闻香香 对对对 就是我在乎 我喜欢茉莉花香 我喜欢水蜜桃香 我喜欢玫瑰香 可是今天要当公主 还是明天要当那个黄酷 对对对 可是我很早就戒掉香料这个东西 因为我太容易过敏了 然后又常常拍戏在外 造型品什么 一直在刺激我的头皮 所以我用的东西 闻着洗发精就没有香味 可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磁激素 真的没味道吗 对啊 我自己平常洗头发我就会 真的没味道 天哪 这样洗完会不会变成 铁针针的汗子 难怪有人说我越来越man 我就会分三种 就是拿来洗头的 一个就是我如果长期拍戏劳累 我头皮需要抒压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 这个有精油的味道 对 这个比较草本 它就都是草本的香味 然后它可以疗愈你的头皮抒压 就是很像到SPA中心 对 精油香 然后如果平常我就会用这个 没有味道的 那我觉得那就是平常的 头发的保养而已 不用洗得特别干 那另外一种就是 如果我有染烫 就是过度的时候 修复我就会用护色的 我基本上是这样分 可是我 我没有顾虑到磁激素这个问题 其实你这个是没有磁激素啦 你怎么知道 我看了一下它没有 但是问题是 它有一个某化学教授很讨厌的 界面活性机叫ASLS 我听懂了 好 某化学教授觉得这个容易治啊 因为上一次消极会验的时候 很多人才发现 原来不同的化妆品 不同的清洁产品 原来欧盟的标准跟美国跟日本不一样 然后台湾标准最松 最宽松 然后都没人管 对不对 而且最重要是用的品项还蛮多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不知不觉你的洗法乳也用了 你的可能乳霜也用了 你其他也都用了 结局是你莫名其妙一直在接触 所以你不知道的磁激素的刺激 我觉得是比较讨厌的 那问一下萧医师 有没有一些人真的因为清洁的状况没有做好 只好去找医生了 其实这种状况很多 但是有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到大陆出差 那其实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说洗法经嘛 重点是其实洗法经不仅洗你的头发 最重要是洗你的头皮 因为你的头皮是最脆弱的地方 那是油性的嘛 他到大陆就没有找到油性 他就随便买了一个 然后因为他在大陆工作压力又比较大 头发你知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 头发出油会变多 所以他整个头皮就油非常的茂盛 然后那个油就塞住了他的毛孔 结果塞住他的毛孔以后刚好细菌跑进去 就变成毛狼眼 毛狼眼 然后最后更严重变成 这太夸张了 真的 这就是真实的案例 然后他在大陆 因为大陆的保险还有医疗制度 他又担心嘛 所以他就去那里找台湾医师开的诊所 结果你知道他做一次引流 切开排农 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吗 他花了八千块人民币 一次八千块人民币 对 那个在台湾我们去门诊 只要一刀切开 健保卡盖一次就结束了 那花了四万块人民币 台湾健保好棒棒 我比较便宜的是那个钱是居然已经烂到要花开流淫了 带着的我要坐飞机回台湾 对 但是我就说你干脆就买机票回来就算了 搞不好比较便宜 便宜很多 都可以做商务仓了 对 商务仓来回都够了 结果他没有办法 所以说其实找对洗髮精而对于针对你的头皮选择 适合用你的洗髮精非常重要 那问一下明川老师 真的很多人身体的问题 从头到脚都是清洁没做好 对 而且除了清洁之外 像我们工作我们常常会提醒女明星 就是至少你头要洗干净再来 不然我们在吹头发的时候浓浓的油烤味 冲上来的时候整个化妆间就很不美 那你知道我们是美的事业 我们要色香味俱全 吹风机很热 它吹到油就跟厨房油烟是一样 没有 我跟你讲 但有时候真的很糗你知道吗 有时候味道还没有出来你会先看到冒烟 对 然后那时候吹风机弄成油烟 对 然后你这时候默默说 对不起 我昨天没洗头 这是对造型师的一种礼貌 会会会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 像现在很多小女生 其实分不清楚洗髮精的类别 那你知道我们台湾什么多 便利商店最多 便利商店买得到的各种洗髮精 那些强调可以增艳的啦 强调可以让你红松的啦 滑顺的啦 Come on 你们用那个洗髮精来的话 我连马尾都绑不起来 太滑太顺 因为太滑了 滑到我不夸张 我常常 如果你一摸 你一摸表面那种光滑 再看看法尾毛躁的就确定 他一定是用那种一般二合一 三合一的洗髮精 这种你知道我们就要大量的 破坏他的头发 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我们绑不起来 没办法做造型 我们就得刮嘛 刮就开始破坏他的毛鳞片 那他就回去洗头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那问一下萧医师 你要帮我们示范一下 一般人洗髮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是说都直接把洗剂东西 直接丢到头皮 那是不OK的 是 我来示范一下 其实像洗髮精 因为它是浓度非常高的一个 界面活性肌 所以像我现在要接触洗髮精 我不想手直接接触 因为有时候 你在家洗头发 你都要戴手套 没有 因为今天没有要洗头发 要接触 所以我想说 他们家他进去浴室 消耳先戴手套 但是我在洗碗的时候 你的洗髮程序 洗碗的时候 或者洗水果 真的一定要戴手套 如果你的清洁用品 刺激性 贱面活性肌太强 很容易湿疹 对 很容易长那种汗泡 那个很痒 很不舒服 好 萧医今天是一款洗髮 萧医师有莫名不当的想象 就是他戴着手套 但他全身 赤裸 赤裸 但要准备洗 在洗头发 你干吗 我们洗头发的时候 其实第一点最重要的是 你不能直接 你干的头发就洗 第一 你不仅要把头发弄湿 你可能可以先直接用水 冲个三到五分钟左右 水要先冲这么久 因为你先把一些头上的 比如说一些灰尘 或者一些附着的一些什么 脏东西 脏东西先冲掉 那你洗髮精的用量就会变少 那洗髮精其实我们虽然说 洗髮精除了髮 它很重要的是 接触我们头皮的部分 那它如果浓度太高的话 刺激性太强 你一下子直接接触到头皮 其实是对头皮就是一个刺激 所以我们一般人 这个头发打湿了 直接把洗髮精到头发 头皮是不OK的 你都先到手 大概像五块到十块 因为你如果先用温水冲过 你用的量就可以减少 然后你再用清水 这样子把它洗泡打湿 洗泡一点 你看现在就 你洗头发都这样洗喔 对啊 这样洗很久欸 它真的是女生洗脸 有的时候也是手打泡 而且这样其实比较节省 因为你如果一下子全部把它弄在一个头上的话 那你就要用很多量才能均匀 尤其是女生头发比较多 那你等到洗泡的时候 然后再均匀的抹在头发上面 不用说就是一次用很多的量 就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我想问 我们可不可以用头发来起泡 就是用发中发尾 然后再弄上去 女生的话可以的 那像我们 对 像我们头发这么短 你干嘛这样为难吗 这样就没有办法了 对啊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像刚刚这个 做了这个起泡的动作之后 你的泡沫可以拿来洗头发 然后之后再用指腹洗你的头皮 对 其实是要分开来的 就是很多人把所有的泡泡 全部压在头皮上面 对 其实并不一定 它会真正的把你的脏污带掉 对 因为我有时候从早录到晚 录到最后一趟 那个胶都已经 噴得像铜墙铁壁 没有洗干净 它真的会等到吹干的时候 它会一点一点白白的 就是那个胶没有洗干净 然后呢 我发现李明川刚刚讲的 我用二合一的洗髮精 有的时候会洗不干净 要用比较强的洗髮精 用力搓 那一般人没有用那么多 法量的用品的话 其实是OK的 可是你用很大的造型品的话 真的一定要清洗干净 那我问一下小医师 其实一般人也要跟皮肤保养一样 要知道你是油性干性敏感 或者是有头皮屑的法则 其实要挑选适合自己的东西 对其实油性干性 这就是针对我们的头皮 来做一个分类 跟我们的头发 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油性的头皮的话 比如说你一天 一天没有洗头的话 因为它有很多嘛 就会让你的头发 比如说你造型的 就整个就塌下来 所以你的选择的清洁力 就要比较强一点的 那你甚至可能选到一些 好像因理质界面活性剂那种效果 好一点的 那如果干性的话 你去油力太好的话 头皮变得太干 那太干的话 有的人洗完头发的时候 就觉得崩崩的 那种就是你选的洗髮精 太油 太干 去污力太好 所以你可能要用两性的 离子界面活性剂 会比较好一点 那至于说有一些敏感性 就是像配解这样子 你用的洗髮精 就不能有比如说像香料 或者是一些颜色 像这种天然的 就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的话 比如说你有一些天生头皮 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像脂肉性皮肤也 那就要使用一些专门的 有一些药性的 那这种在洗的时候 重点就是洗的话 不能用指甲抓 要用头皮轻轻的按摩 要让那个泡泡 洗完的那个泡泡 停在头皮久一点的时间 可能五到十分钟 那才能让那个药性 进到你的头皮里面去 好 那除了清洁的 这一个基本保养动作要做到 身体的保养也要做到 营养师要教我们怎么吃 好 比例要介绍大家 有一些这个养生的素材 真的对我们头发 对身体对皮肤的健康 真的有帮助 因为每次大家都会讲到 只要护发讲到黑芝麻 对不对 我们今天跳拓黑芝麻 我们用那个杏仁果 为什么呢 因为杏仁果其实你头皮的保养 第一个需要蛋白质 对 第二个就是说 它需要所谓心 其实心也是对头皮的保养 非常有好处的 杏仁果有心 有心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 其实他们发现说 预防弱法的话 其实是维生素1 所以在那个所谓坚果里面 杏仁果维生素1 是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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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道那种 就是 它会鲜咸甜甜的一个酱 然后可以让你就是裹面包 或甚至于这个酱 其实出来之后 你可以那个拌在凉面上面 其实非常好吃 你带芝麻酱 对 像芝麻酱 它是坚果酱 你除了芝麻酱之外 你会有另外一个选择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杏仁果 以理放了这个 大概有200克的杏仁果 然后呢 我会加一点点的蜂蜜 蜂蜜让它调味 对 让它调味 然后再来就是 可以加一点点的盐 这可以自己斟酌 就是你的口感 对 这是什么盐 就是一般的盐吧 一般的盐 一般的盐吧 一点点 对 好 直接就这样子打酱 所以它是非常纯的杏仁酱 而且没有放任何一滴水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这很简单 而且你买好的坚果 混了坚果酱会很棒 需要打一点时间 因为坚果很硬 很硬 对 好 这个是伊莉打的这个杏仁酱 它会有一点点像花生酱 那有点油脂 然后有一点点的口感 好 打好杏仁酱就可以把它挖出来 取出来 对 把它取出来 对 取出来 然后我们重点是 我们要加这个洋葱 对 为什么 这个洋葱其实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只知道说它保护心血管 对不对 因为它可以促进头皮的血管 让它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把杏仁酱跟洋葱拌在一起 拌在一起 那它就会变成洋葱杏仁酱 对 这个像我自己早上 如果准备三明治 我就夹这个三明治 就是把它夹在三明治里面 非常好吃 那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对啊 对啊 这么简单的洋葱杏仁酱 我们接着下来就来试吃了 好 伊莉刚刚示范给我们的 这一个杏仁洋葱酱 对 比方说拌面或者粘面包 都会非常好吃 这三明治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因为比花生酱好吃多了 好多啊 而且感觉没有那么肥 对 没有花生酱就感觉好肥 对 而且其实这个 刚刚提到保存方式 然后我们其实护法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头皮 其实也是需要B群的 不是皮肤需要B群 如果你避免掉法 我们在营养学上面 有一个叫烟碱酸的东西 它存在在哪边 在绿豆里面 对 所以有时候夏天 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喝一点绿豆汤 对头皮的保养其实也蛮好的 还消暑 然后坚果里面呢 为什么会提到黑芝麻 其实黑芝麻呢 虽然中医一直强调黑芝麻 后来对照我们西医的营养学部分 因为黑芝麻它是属于高铁的食材 那铁本来就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让你的气色比较好 所以相对的 你不要不容易掉头发 好 谢谢雨里的示范 谢谢 谢谢 好 刚刚讲到 这个头发要清洁干净 然后有礼到外顾好 这个才会健康漂亮 那脸部的状况也一样 配结这么漂亮 脸部也有清洁的问题吗 非常严重的清洁问题 我之前有一阵子 是因为拍戏到太累 因为拍八点了 没有时间睡觉 我就想说好 就顶了 带着装睡有没有 没有 我还是不会带着装睡 可是我会想说偷吃不 譬如说在坐继承证 回家的路上 就先用那种 现在那种抽取式卸妆 对 我就先用卸妆棉 可是那个的酒精成分 真的比较高 所以过敏的人 其实真的不要这样 我就先在车上这样卸了一次 然后就有点昏迷的状态 回到家之后 再用卸妆水再洗一次 我觉得我的步骤很多 应该很干净 然后洗一次完了之后 再用洗面乳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 要让它起泡了 洗面乳弄一弄 甚至还没有泡 就在脸上凸凸凸 然后洗完了 迅速擦干 然后去睡觉 结果 我觉得我的动作很繁复了 然后应该也是有洗干净 这样子长期造成 我后来有一次 一整个礼拜 我看了四次皮肤科 因为我就长了汗泡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叫汗泡疹 它是痘痘吗 不是 它是像水泡在脸上 很少很少见的 因为一般人都是像富贵手 长在手上或脚底 像富贵手那种水泡 对 长在脸上非常少 而且你知道长在这里 因为超痒的 你看你知道长在脸上很痛苦 因为它就长在我的那个 这里病角两夹 然后还有耳朵 而且耳朵里面长超级痒的 然后我就一个礼拜 我看了第一间 然后没有用之后 然后就去看 我就看了四间 然后医生就说免疫力降低 然后问我有没有过度清洁啊什么 那我就想说 我的清洁都是正常的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结果后来我才发现 好像就是因为我太过分的清洁 再加上我在用洗面乳的时候 方式不对 对 没有把它起泡 因为你是懒没有时间 所以我觉得那个 就像我们刚刚讲 界面活性剂的东西 可能还是要有一点时间 让它发挥效用 再上皮肤才会好 所以后来我就改用肥皂 我觉得肥皂的东西 一方面你可以就是按摩 你的皮肤之外 然后它可以让你的油水 比较平衡 所以我就反而改用肥皂之后 就好多了 所以清洁方式不但问一下 这个明川真的会影响到 让皮肤的问题恶化 其实像刚刚贝姐讲的那个 她很忙碌的卸妆法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也会这样做 但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时间 回带一下 回到刚刚她说的状况 第一个你先用那个卸妆棉擦一遍 擦完之后 她就是休息一下 到家才开始真正卸妆 可是因为那个卸妆棉片 上面有酒精 还有同时 因为酒精你擦了表面之后 你的表皮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对 所以这样子一个动作 这样的不当的卸妆方式 会造成第一个你表皮皮肤的受损 跟干燥的问题 其实就开始会有老化的问题 当然现在卸妆品有很多 有什么油的啦 乳的啦 水的 各种 那当然要看你每个人的肤质 除了肤质之外 我要提醒大家 卸妆的产品 这个部分我可能会跟 肖医师会有不同的见解 对我来讲 卸妆品的使用 跟卸妆品的选择 跟你的妆容的浓淡有关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浓妆派的 你每天要画眼线睫毛 贴甲睫毛 你用卸妆水 你要卸几遍才卸得干净 对啦 你就真的用卸妆油 最快又干净 可是如果你每天 只是擦BB霜 或者上一点粉饼 你真的不需要用到油 你用乳状的或者水状 其实就卸干净了 所以对我来讲 卸妆品的选择 跟你的妆的浓淡有关系 而不全然跟肤质有关 因为你在掌握黄金卸妆的时间 跟清洁的时间 你的后面保养品 可以补强你肤质这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就是 我们最常碰到的 就是如果你清洁过头 或不当 问题都一大堆 长痘痘长超多 我曾经碰过女明星 满脸烂痘 那来化妆 你知道我们是整套 一人一套完整的海绵 刷具都是她整套给她用 全新 因为很脏 所以有些女明星 别怪我都用抛弃式的 那是你带来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发现 对方用抛弃式 我就要开始想说 我发生什么事了 对 你知道那个在画的时候 那个海绵这样垫着 这样左手垫一个 右手再垫一个这样画 连你都担心你的手会影响 我怕摸到她的痘痘 我们的说法当然是说 我们这样子 不要能够碰触到您的痘痘 这样可能会造成你的恶化 是因为我觉得很恶心 就是过度 你知道过度清洁这件事情 其实是存在的 像我们都说小宝宝出生 闻起来很香 有婴儿的味道 如果你没有用那些婴儿洗发精 或什么的 你有 其实宝宝身上就有香味 那个香味是哪里来的 就是它身上好的细菌 释放出来正常的香味 所以我们的皮肤身上 其实是带有各式各样 不同的细菌 这些细菌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好啦 现在你们洗啊洗啊 把这些本来会释放出 自然体香 清香的味道的细菌 都洗掉了 那取而代之的 很有可能就是你隔壁 那个汗臭味的男生 带给你那些臭细菌 它就会在你皮肤上住下来了 所以你的皮肤的状况 就会越来越 不再回到以前婴儿的样子 所以这个过度清洁 其实是我们这个世代 很大的一个皮肤的问题 那我问一下宿卿 可是天气这么热 像最近外头室温 常常三十七八度 怎么可能不清洁 然后像我们这种 从早到晚都上浓妆 怎么可能不清洁 而且夏天真的很多时候 问题一大堆 对 因为老实说 夏天就像刚才佩莉讲 很多女生不只女明星 一般女生也是 你想她又要擦防晒 然后她一定又会上粉 然后问题是还没骑车 骑机车都还没到办公室 已经溶掉 对 所以压完之后叫再补 再补 所以她常常回家 就面临一个里面 其实不知道塞了什么的状态 然后再用很强很强的 卸妆的东西去洗干净 所以常常夏天的时候 包括湿疹的 因为可能过度刺激或干嘛 它会因为你可能毛孔 已经认真在分泌皮脂 所以她的毛囊也特别严重 那甚至有些霉菌感染 这个时候也常出现 你知道吗 夏天也容易感染 是 因为你知道夏天 这个高温潮湿 在这样里油脂那么多 养分很充足 它这个时候不来 何时来呢 所以只要这些事情 她都想说 那我只要拼命洗就好了 而没有去真正选适合的清洁品 就很恐怖 因为之前有皮肤科医生 遇到那种男生 也是想说 反正我就认真洗 一天洗三四四年 然后每次都用强力的清洁剂 就没有反而变成 整个过敏性肤质 非常的严重 而且会越洗 皮肤感觉越脆弱 越容易痒 会觉得痒痒的 因为你那个天然的皮脂膜 被你洗掉了 那你反而是反射性 你皮肤会分泌更多的油脂 那变成你干 然后外面有一层油 你的皮肤就没有水分 皮肤更容易受 更容易发炎 所以好的 跟正确的清洁方式 就是既要清洁掉油垢跟脏污 可是又要保护到 我身体正常 有抵抗力 有免疫力的皮脂膜 那所以佩姐的夏天 通常都会怎么做 我通常就是 我看你现在皮肤超正的 而且你现在装很淡 我装都 我装一直都很淡 可是我只要去外面拍戏干嘛 其实我又有那种阳光过敏症 就很容易痒或什么 所以我都不能够 其实要帮我补妆的那个助理 他们都很可怜 是他们都不能 都用抛弃室的 对 一方面 一方面要用抛弃室 一方面就是你的那个 卫生纸压完汗之后 都要很干净的再把我推开 再从上 那我其实也觉得他们很辛苦 可是因为我好像就是因为 之前的过度清洁 然后造成现在皮肤很敏感 所以我现在洗脸 我都是用 就是我刚刚讲 都现在用灶类 用灶来洗 对 那我用灶来洗 我中间我就不会再加一些 反复的 比如说泄了几遍 然后再怎么样 我就是泄了一遍之后 然后用清水洗掉 然后就开始用肥皂来清洁 我等一下会示范说 我怎么用灶来洗脸 对 好 那这个我们就请佩杰 来示范一下怎么洗脸 好 明川老师刚刚讲到 夏天到了 真的清洁没有做好的话 问题一大多 长痘痘的 长痘痘 黴菌感染的感染 那有些女生过度的清洁 搞不好太干 太崩 都是问题 所以不同的肤质 要找对不同的清洁的用品 对 而且一般来讲 比如现代人最多的 比如说敏感肌 或者是有水失衡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 在选肥皂的时候 真的是学问 比如说江湖有名的黑皂 大家都知道吗 因为这个黑皂是死海矿泥 所以它特别针对 一些微氧元素的补充 或者是让你的油水平衡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比较通用版 大家都可以用 而且家里男女老少都可以用 甚至是比如说有些人 在夏天它会特别干 你用了黑皂 它那个油水平衡之后 它会让你保养品擦比较少 因为像我这种标准的是 那种外油内干 我也是 就更需要这样子 我其实从很久以前就有听 大概两三年前就知道说 一直 因为我从小就出道 一直都知道 那个女艺人的姐姐辈们 阿姨们 她们的皮肤都很好 然后她们都不晓得是用什么 我姐姐 男阿姨 你不要这样我在现在讲 反正她们 小时候阿姨有教你了 对 小时候她们就说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很好洗的肥皂 然后那时候就一直也不晓得什么品牌 台湾也没有 然后后来才得知就是她们这一块黑皂 因为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然后她们就算是熬夜啊再怎么样就是拍的累或什么 皮肤都还是很漂亮 小时候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后来才发现是这块黑皂在厉害 对 这个是奥黛利赫本皂 而且也是玛丽萌萌唯一代言过的牌制 你知道之前我有去纽约 它纽约SOHO有一个独栋的 就是像它的护肤中心 然后你去里面做疗程 就像一般我们去做SPA那种疗程 它会分你的肤质去帮你选不一样的皂 黑皂就是我刚刚讲男女老少 还有就是稳定肤质用的 另外还有一块白皂 白皂是好像台湾好像这一两年才进的 白皂是针对美白的效果 台妹最爱美白 台妹只要听到美白眼睛都亮 然后因为它的白皂里面比较特别是 因为它的成分非常稳定 很多人怕美白的东西会干 然后又大家印象中肥皂会干 但这块白皂既不干 它又让你可以这个在清洁的过程当中 先帮你美白做基础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一年四季都要做美白 这台湾女生最爱 可是夏天最严重 夏天还有那个春天转夏天换季的时候 一定要蛮美白的基础做好 所以白皂我蛮推荐 另外像我自己男生嘛 皮肤油 还有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 其实你知道保养品要换季 肥皂也要换季 真的吗 像油性肌肤的话我会用这一块 我自己是用这一块 男生油性 油性肌肤 或者是那种你可能有痘痘问题的 你可以用这块蓝皂 因为蓝皂它里面所强调就是帮你平衡油脂 还有让你的清洁力更加强 但一样不会紧绷 我觉得最厉害是不会紧绷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敏感肤质 很多人现代人都有假性敏感 你知道假性敏感怎么来吗 比如说冷气房进出 你会真的脸痒痒的 痒痒的 对不对 甚至是有些时候夏天 暑假大家会出去玩 带小朋友出去玩都会 你从台北到高雄 气候不一样 真的 你脸的水土不服 就会从假性敏感开始 你会脸觉得开始怎么会泛红 或者是你一样擦保养品 怎么没有办法那么保湿 上妆会容易脱妆 那你就用黄皂 因为它里面有黄油的一个质地 而且它的pH值 跟我们人体的pH值比较接近 它等于是仿我们肌肤的一个状态 所以像敏感肤质就用黄皂 对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有关于pH值 很多人都会迷信手工皂 就觉得说手工皂一定是最棒的肥皂 可是之前曾经有人去市面上做一个调查 就发现部分手工皂 其实它的pH值反而是太减 对 所以你其实要挑的时候 你还要想说不是手工就最好 而是它有没有符合你皮肤的状况 对 然后另外一块 这块是我最近才开始用 因为这块是属于所谓我们讲的 就是紧致修护 还有一个抗老 因为我也慢慢正式进入四十岁大关 是 才四十岁大关 要开始看到抗老就要快把它吞吞吞吞吞 所以这个是比较强调就是 可以让你这个抗老的部分来做使用 而且它的那个 我个人用的时候 会这样子把它拉上去 洗脸的时候就开始做拉提 然后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黑皂的使用法 因为它比较特别 不是只是皂有趣或皂有名 不是玛丽蒙露用 你用就会不得了 但你要用一个跟玛丽蒙露一样的方法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特别是一个泼水法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把水 死水变活水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用肥皂先这样子转 在温水里面这样转 你的脸盆里面这样转 转几圈啊 其实没有差耶 以前很多人想说 老师 转三圈还是转五圈 没有啦 你就稍微转一下 你稍微这样带一下 那水里面都有这么好的线份 有这个微量元素在里面 你不用真的等到里面变灰的 不用 所以你转这一块的目的 是让这里头的有用的 微量元素的物质融于水就好 然后接着下来 你就是在你的脸上这样按摩 像我自己也是这样按摩 而且它这个肥皂的硬度够 它可以真的让你按摩 对 不会像有些都容易水 暖暖 然后按摩完之后啊 接着下来你就是一样加点水 哦 使泡沫 对 你一样做按摩 像我自己会比较搞刚 就是我会这样子按摩 用我的掌心这样子按摩 按摩完之后呢 你就开始做泼水的动作 泼水呢 我们先用这个 你知道死水变活水的这一盆 对 先泼20下 泼完之后做一个清洁 而且它利用这个交换离子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的肌肤的明亮度 紧致度 清洁度都做出来 之后再用一般的清水 大概10下左右就可以 所以总共30下 你就这样简单地做清洁的动作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清洁 你看杨佩杰的手 是不是恢复她8岁刚出道的样子 有 8岁的手 有没有 看一下 老手 小手 老手 小手 新手 这感觉真的是8岁 这有18或28 而且超级干净的 我常说 女性朋友你在做保养的时候 很多人她会花很长的时间做面膜 花很长的时间擦乳霜 在那边按摩来按摩去 拉来拉去 但是你清洁如果只是胡乱洗把脸 你后面的保养做再多都没有用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你的清洁 这个洗脸这件事情 你要从内心 发自内心像仪式一样 好好把脸洗干净 后面保养品真的可以越擦越少 那明川老师问一下 你的不同肤质的罩 也都用这个做法来洗吗 大部分是 但是黑罩特别用这个做法 像我自己 因为我有那个 脚化症 脚化症 什么叫脚化症 就是摸起来会一颗一颗一颗 皮肤摸起来会一颗 而且小时候 皮肤科医生都跟我们说 年纪大了就会好 我都40了 还没好 就是你还年轻嘛 但是我会用黑皂洗澡的时候也用 直接这样子 就是拿来局部的来做使用 其实今天明川老师讲 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什么 离止交换或稿 因为我以前在用的时候 我想说这是一种美丽的魔法吗 就是你要诚心诚意绕几圈 我要变胖 然后到泼的时候 几下了 二十下了 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默默好像在施行一种美丽的魔法 可是我一直很享受 现在在纽约有一个更新的用法 就是上次我去那个纽约的 SOHO那个SPA告诉我的 现在在纽约的做法是 你直接加水在手上 然后直接绕绕绕绕 我来试给大家看 你先把手弄湿 然后你一样把我们的肥皂 就是这样子 正常的来做使用 跟一般你家里用的 任何一块皂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对啊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子用的 然后你再加点水 然后你就是把它搓出很浓密的泡沫 然后呢 然后不是洗脸 是敷脸 你把这些泡沫敷在脸上 停留大概 我自己是停留30秒左右 就是像敷脸一样 因为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可以停留久一点 敷完之后 感觉是泡沫敷了 对 泡沫敷着 你就敷着 然后再把水 用水把它冲掉 它其实有点生成清洁的效果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使用方法 也提供给大家 好 就是这种敷法 对 然后你直接把它冲掉 你刚刚的老手又会变小手 好 来 我们来看冲完之后 老手有没有变小手 洗的时候就 泼水的时候就觉得很嫩的 真的有时候清洁 是很重要的仪式 而且清洁完 实际上我刚刚讲的 我觉得真的 就是你清洁做对 你真的保养品可以擦少一点 太看了 有没有 变嫩了 现在换相对上 刚刚那个手变成比较老手了 所以这是一个纽约新的 这个清洁的方法 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谢谢明川老师的示范 谢谢 有一些国际性超大品牌 他们有些时候 在日本的配方 跟在台湾的不一样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秘诀 因为ParaBand在欧盟里面 它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 像台湾的标准是比较宽松 你可以选就是 欧盟那边过来的沐浴 欧系的产品 对 它的ParaBand的比例 会比较低一点 好 树青刚刚讲到 真的清洁是我们健康漂亮的皮肤 最重要的基础 那从头到脸到身体 一样要清洁好 没有错 很多人都想说 洗完沐浴乳之后 觉得滑溜滑溜 身体好滑 那应该是够干净了吧 而且很多女生买沐浴 就是买滑的 就觉得很滑溜 喜欢超滑 对 那女生买沐浴 有的只挑味道 有的只挑滑滑 可是却没有发现一个奇妙的秘密 为什么这些沐浴乳 在这个湿度这么高的浴室里面 可以放这么久 却都不会坏掉 对 所以后来多市的小机会 就去做一个检测 他就检测市售50件的沐浴乳 发现里面大概有32件 是可以检测得到防腐剂的 当然这些防腐剂 是我国是允许可以使用的 但是会不会你的一些 过敏性的原因 就是在这些防腐剂里面呢 比如说有一种是常常听到什么 对不对 PARABEN之前甚至有传说 他致癌或干嘛 但是这是没有定论的 但至少有一个欧盟国家 他们规定是说 他们希望这些东西 至少不要使用在那个 包尿布的这些部位 因为它是皮肤相对薄 相对容易吸收的 有没有一些 他们认为有些荷尔蒙性质的刺激 所以他们认为不要 所以第一个 至少它有一些类荷尔蒙的性质 第二个是有一个很难念的 什么CMI跟MI这些防腐剂 他们发现它可能会知道 就是你造成异味性皮肤炎 或湿疹的元凶 所以你会觉得 洗得明明很滑溜 可是为什么就是阳起了海 对 那你要开始考虑 如果是刚好是换了沐浴乳 你要考虑说 刚好是不是这个东西 刚好是对我刺激的过敏源 好 问一下萧医师 这样来讲 你的皮肤的患者 应该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其实我举一个数字 给大家就知道了 其实PARABEN 过敏的比例很高 大概1% 那你说1%的话 其实你小朋友一个班上 就100个人 其实就有一个人 是对这个PARABEN 可是你沐浴乳 你又不可能不加防腐剂 那如何来选择一个 就是这个沐浴乳 你又可以用放在浴室 你又不会用霉菌洗澡 然后你又可以 就是不会让它过敏的话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秘诀 因为PARABEN在欧盟里面 它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 像台湾的标准是比较宽松 你可以选就是欧盟那边 过来的沐浴乳 它里面的PARABEN的比例会比较低一点 它不能说完全没有 因为完全没有的话 里面可能有一些细菌 黴菌都长出来 你又把那个洗在身上 反而更伤害你的皮肤 可是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国际性 超大品牌 他们有些时候在日本的配方 跟在台湾的不一样 是 因为台湾的规定的成分 跟日本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真的 因为我买过 同一个牌子的沐浴乳 那我也在日本买过跟台湾买过 日本买的洗完没有那么滑 台湾的用完好滑 可是像我刚刚讲 我不是有那个狡化症吗 有些沐浴乳洗完就更严重 因为毛囊狡化症就是你的毛孔 代谢的一些老旧的细胞 它掉不下来 那你如果里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润肤的成分 就把你的毛孔就塞住 它掉的速度会更慢 我还有用过一瓶沐浴乳 一千八百多块 高级的精油的沐浴乳 我一洗完 我的指关节这里全都发红 那就是刚才所谓的汗泡疹 可能里面有一些香料的部分 其实我们说的话 说天然的精油 天然的香料 其实很多还是会过敏 就像我们说 你吃东西 不要吃到一些天然的过敏 不一定吃的不会过敏 那你吃虾子 虾子也是天然的 就像有人对蛋过敏 蛋是天然的 可是你吃太多蛋就过敏了 所以不一定天然的精油 就不会过敏了 那问一下佩姐 平常会怎么挑选沐浴乳 我觉得像身体这种大范围的面积 我就没有蒸得那么仔细了 我就会肥皂跟沐浴乳轮着洗 但是用肥皂的情况是 比如说我觉得我今天很水肿 我想按摩 然后它又是块状的 就会拿起来就是按摩 但是我觉得肥皂真的会偏干一点 就洗完你一定要擦乳液 而且是还没出厕所 还有蒸汽的时候就要擦乳液 那如果是这样沐浴乳 我就会挑选 一样是比较没有香味的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就是很过敏 可是这种的很奇怪 就会比较起不了泡泡 那你就会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加不够多 然后有时候又会再倒 就是倒全身都觉得 还是没什么泡泡 但至少都油了再把它冲掉 其实刚才佩姐有个错误的方式 像这种液状的一种沐浴乳 我都会去买那个发泡瓶 发泡瓶 让它发泡之后 第一你的用量会比较省 第二的话你擦在身上 你局部的那个浓度就比较低 所以你到时候就不会说 哪边的浓度比较高 你要冲很久冲不掉 反而都加很多 对 所以就是错误的方式 难怪过敏 搞不好真的是搞过敏的 那问一下黄医师 这个有一些沐浴乳 还有一些抗菌剂 这个也会有影响 刚刚讲Powerband是一种防腐 那另外有些人就假的 就想说在里面再加一些抗菌的 真的有啊 真的有 而且其实不加抗菌 还好像真的会坏 因为我曾经买过一个牌子 它是什么都没有的 结果我就放在很不该 就是塑胶袋 然后去游泳的时候带着 然后闷在袋子里 真的会坏 后来我会这样 味道已经不对了 臭臭的 不是 绝对不是我的体臭 是不是 就是那个就坏 所以你看 这些益状的东西里面有放 那最有名最 就对方被拿来提掉 就是 那山绿沙在美国有研究过 他们每一个人的尿液去检查 有75%的人都暴露在 这个山绿沙的危害当中 你就知道它普遍的存在 我们不只是洗身体的 洗脸的 从头洗到脚的 还有连牙膏 搞不好洗衣服的 对 连牙膏里面都有 所以他们曝露量很大 山绿沙到底有什么影响 山绿沙在老鼠的实验里面 最可怕的就是 它会造成肝脏的肿瘤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致癌物 只是无庸置疑的 但除此之外 它也是一个环境荷尔蒙 所以刚刚我们之前提到 所有跟这个 跟甲醛概念类似 跟这个荷尔蒙有关的疾病 其实山绿沙都有可能造成 第三个就是它也是一个 容易治过敏的一个东西 所以很多的皮肤过敏 甚至呼吸道过敏 都有可能会因为 山绿沙的残留 而造成他们症状变严重 好啦 那加了这样的一个山绿沙 真的会让我们洗手 洗得比较干净吗 其实这件事情在2007年 就已经有定论了 FDA就说 根据研究告诉我们 你不加山绿沙洗手 效果一样好 你加了山绿沙洗手 结果是一样的 就不要再加厚 所以山绿沙现在目前 普遍大家都知道 希望不要再出现在 我们各样的洗剂里面 那问一下以理 如果这个营养素摄取得不够 搞不好是皮肤的免疫力下降 那刚刚黄医师讲到的 各式各样的伤害 搞不好就会比较严重了 对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 蔬菜水果其实摄取量不足 那我们知道蔬菜水果 其实维生素B群也高 膳食纤维也高 所以有些人其实很多的一些毒素 其实在肠道里面 那甚至于刚刚黄医师 提到的好菌 你也需要有一些好菌的食物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 我们可以带来一道让大家变得 肌肤漂亮 然后身体环保的一个素果汁 好 那接着下来就请以理来示范 一个水当当果汁 好 以理要介绍一个 夏天的当令的水当当果汁 对 这是帮大家搭配好的 就是你知道巴勒 一定是我们在讲的 如果你皮肤要漂亮的话 维生素C最高一定是巴勒 而且它的膳食纤维又非常高 所以其实也可以帮助肠道蠕动 然后还有就是 我这边其实准备了三道高锡的 一个蔬菜水果 小番茄 小番茄 大家会以为说 它好像是茄红素很多 维生素也很多 事实上呢 如果你在吃小番茄这样吃 其实它维生素C也是数一数二的 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怕胖的话 其实它是很好的水果 然后另外呢 因为通常在我打蔬果汁 我会加蔬菜 相对可以把热量降低 那为什么你选的是红椒甜椒 对 因为这一个蔬菜 通常大家很难入口 而且有时候家里如果有小朋友 对这种胶类的东西 其实它会很排斥 所以我就把它打在蔬果汁里面 它等一下可以用什么把它盖掉 就是用凤梨把它盖掉它的味道 所以我今天就是准备了凤梨 对 就是把它盖掉这样子 所以你这一杯摄取完之后 其实大概一天的三分之一的 维生素C应该就可以补充到了 那通常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那个巴勒加多一点 你喜欢巴勒多一点 对 而且台湾的巴勒也香甜 那这个番茄打成汁也非常的滑顺 然后我们的那个红椒 红椒其实不用这么多 因为它的味道其实蛮甜的 还蛮甜的 我怕它的味道太明确 红椒管 你需要承见 焦的破坏力超强的 那好凤梨 凤梨一定香甜的 台湾现在的凤梨多甜 真的 对 如果这个凤梨很甜的话 其实根本就不用加任何的凤梅 其实根本都不用加 那喜欢这个夏天要冰品的 可以加冰块 可以加一点 夏会比较接近冰沙的口感 对 但是因为它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加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要加冰沙的话 你可能就是1比1 跟水果1比1的一个方式 OK 加冰块的好处是 我们在搅打的过程中 其实它会发热 所以你避免它温度太高 不然你那个里面 怕热的会损失 对 所以有一些人加冰块 不完全是要打冰沙的概念 因为那个冰块 最后可能也溶掉了 对 不然有些人都不加冰块了 结果整个打了90秒出来之后 觉得那还温温的 伊犁这个配方真的 现在看起来侧面就好漂亮 对 好像温沙拉 冠沙拉 对 三种颜色 对 好快 打起来会非常漂亮 因为它是红色 好了 伊犁的这个颜色打起来好漂亮 好漂亮 那我们就来试喝这个水当当果汁 好 伊犁刚刚打的这个水当当果汁 看起来就很漂亮 它好喝 清爽 好好喝 重点是 红椒的味道 完全被掩盖掉了 吃把它盖掉了 对 菁姐 这样可以吗 你们家的小朋友 完全不会发现它有红椒 我觉得它芭芭的味道比较重 芭芭的味道也很重 红椒是完全没味 你喝这种微生素系高的果汁 就是要像我们这样 现打现喝 赶快把它喝完 这样微生素系才不会氧化掉 所以果汁也会氧化 对 果汁也不能够你打一大堆 然后放着 然后隔好几个小时之后才黑了 没错 所以大概15分钟内就把它喝完 塞食纤维也不要过滤 这样是最健康最营养 那我问一下黄医师 有最后给大家一个健康小叮铃 是 我们今天一直都在讲成年人 但是我们的小宝贝 他的皮肤其实是更脆弱的 我们常常出生之后 宝贝身上带着一层油油的东西 叫胎脂 那个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宝宝 最好保护膜 可是我们医生都很假 我们就把它洗掉 然后再给你看的时候 胎脂已经不见了 那其实我们这个皮肤呢 就是要阻挡这些外来的细菌 脏东西或污染物质 那被你洗掉之后 他的皮肤的这个保护能力就变差 那我们自然而然这些过敏 或者是一些宝宝异味性皮肤 的几率就会增加了 所以今天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宝宝的皮肤 比我们今天讲的还要更严格 尽量用清水洗 不要用肥皂 沐浴 泡泡浴 就算要用 你也要用酸碱度是适中 而且不要洗净力太强的 那水温也很重要 水温不能太高 一般来讲30度上下就可以了 这样不会很冷吗 你把那个浴室弄热一点吧 然后你看你要用蒸汽 用开暖气 这个洗宝宝的水不要太热 反而把他的皮质 又再一层一层的洗掉 那最后皮肤就会变得很不好了 好 谢谢黄医师的健康小叮铃 也谢谢我们今天这么多专家来宾的分享 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准时再见